梁朝偉,上星期恭喜他,在第80屆威尼斯影展,取得終身成就金獅獎 大家都很感動,我想問一下,跟我有關 他有做過無數電視劇,你知他以前也有TVB 他做過詩儀,有哪一個節目做詩儀是跟我做拍檔的? 打給林奕華 他打明其號是誰是誰是主持 有杜姐、梁朝偉等等 他不是客串,他簡直是主持 阿杰可能知道 因為我平均一個林奕華,我是聽三次的 我錄一次,我剪一次,我聽一次 不是不是,意思是這樣,但我印象中 即是不知道,沒有說 再見 當然 就是知道沒有說才問 上個星期我猜輸了,今天大家吃了東西 下次買一些其他食物 一連兩個禮拜都吃,很難想 不只一都姐,連續三四次了 你知不知道買好間 如果你對一個人吃幾次吃飯,你有什麼感覺 吃飯好吃 吃之不厭 好,希望有吃飯吃一下 下個星期 好,我先問,我們正在直播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場的狀況 在賣金3.com和我們的Fan Page 根據研究,如果那些人中了一些獎項 例如外國叫做六四九 或者樂透,或者香港的樂彩 中了獎後花了那些錢 在哪裡多的呢 就比較快樂的呢 去測試快樂指數 做慈善 辭了一份工 做投資 興趣的發展 興趣發展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慈善 慈善 慈善,持工,投資,興趣發展 慈工,我不會選擇 因為通常這些 中了獎後 那些報道說他們很開心 是因為他們堅持工作 然後把錢用得很小心 即是依然理財 然後就說 十年後這對夫妻變成什麼 我見過一些新聞幾宗都是這樣 所以我特意放這個在這裡 讓你不選 你這個快樂是即時的快樂 或是相對比較久之後的快樂 其實據他的報道說 他用了很多年的時間 大約十年的時間 講問很多不同的得過獎的人 或是未必是訪問的 看他們的狀況是怎樣 等等 有很多都不快樂的 你知道嗎 是呀 很多之後會搞不定 一下子都花了錢 然後本身沒有什麼朋友 都過來了 那些朋友都過來了找你 因為每個人都想分一杯羹 很多情況都是這樣 我講一點 反正都知道他們不太快樂 他們的報道就會說 很多這些人 絕大部份是三至五年風光 然後打回圓形 三至五年風光 那如果他為了自己的興趣 會不會 這些是調查 或者跟著那個人去做訪問 測試他的快樂指數 會不會有人說假話 我投資在自己的興趣 不如還什麼 做優惠 即是再虛偽一點 對 等些人可以真的去捐錢 是這個意思嗎 我最近 我表哥從美國回來 他做投資銀行 他說 你很多表哥 對 你很多表哥表底 一個表哥 美國的一個表哥 美國的一個 英國的一個 英國的一個 英國網英國 即是說來說去那個 他做投資銀行的人 他做一些比較有錢的人 他說那些人的錢是怎樣花的 他說 基本上買東西已經是滿足不到我的 是 因為容易得到 我用那些錢流去做旅行 因為旅遊的經驗才能夠令我快樂 他當你女生這樣欺騙 我表哥 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真的得到他的真傳 我看來也 你這個不同 你給這個例子是有錢人 是 所以現在這個是中獎人 是步法 即是他突然間 突然間步法 這樣也是 我想想想 反而可能辭功 如果這樣說 他就突然間辭功 那一刻快樂 是 所以就說 他那個 period是多長 3至5年 是嗎 不是 他的研究大約10年 他就訪問了很多人 大約3至5年 就打回圓形 即是你可能快樂了 不是快樂了 做了那件事 3至5年之後 然後那些錢就用完了 變回以前 即是短暫 很多人都是短暫 辭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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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合理 我想發掘一下 你們有沒有中過 或者身邊有沒有朋友中過 我中過300元 那些 那些不要計 真的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或者他們不說 都立即沒有 從來不買 用什麼鬼 我們已經很有運氣了 絕對 你不要再奢望這些 對 你這個看法是 對 滿足 對 給答案 不要說 對 不可以說 A是什麼 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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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對 就是他可以做慈善 我覺得是興趣的發展 好 有兩個人有一分 哎呀 真的 是呀 謝謝 你初衷說 慈善 我被他哄你又不踩 你說得那麼大聲 死人仔 好 好了 承接回剛才的話題 是 字 是 好難言 究竟 是 好坑 那坑字 其實是怎麼寫的 開手機開手機開手機 嘩嘩 不要說話 好坑 好坑 四個選擇 A 京字邊 北京的京字 京字邊做個鳥字 雀仔的鳥 好 B 都是京字邊做個 更改的更字 C 京字邊做個力字 D 京字邊做個肯字 肯定肯 這麼會難的 通常 你如果要一個人的形容 你會不會拿誰來形容 KUN Hahah Galanne H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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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問意見,你由你去答 C C是做過力嗎? C是力 C是力 我覺得應該是力 力 力 C是不是 要用力 我覺得是動作來的 哇,這個真的很KUN B和D,因為根字音或橫字音是他放進去的 BD是假的,要麼就用力 我們先買了C,力先 C,力先,力先 這個也不好玩的 你瘋了,傻傻 暗靜荷包 B和D的確我作下去是沒有這個字的 古早仔 這個橫字是強勁和強大的意思 如果這樣說的話其實不是負面 這個人很強大,但這個人很橫 因為它說味道很強烈,所以就有一個橫字 但因為我們形容... 強大,但強烈是in the negative 你尚不知,真的很橫 正常是形容的那些飲品很橫 即是形容裂酒的勁度 哦,原來本身正常 很強烈 我問一下 傑珠兩分 你想怎樣 我看報一下分,可以了 你先報一下 傑珠兩分,其他一人一分 傑珠兩分,其他一人一分 你也有一分嗎? 是呀,謝謝你 梁朝偉 上個星期恭喜他 在第八十屆的威尼斯影展 拿到終身成就金獅獎 大家都很感動 我想問一下,跟我有關的 他有做過無數電視劇 你知道他以前也有TVB 他做過詩儀的 有哪一個節目做詩儀是跟我做拍檔的 打給林奕華 打給林奕華 不是不是客傳,他簡直是主持 阿杰可能知道 因為平均一個林奕華 我是聽三次的 我錄一次,我剪一次 我聽一次 不是不是,以此而言,我印象中 即是不知道 A,博愛歡樂全萬家 一連一次 B,是不是有趣 喜歡呀,喜歡呀 B,歡樂滿東話 C,星光陰陰,姚寶娘 因為香港小姐 歡樂甘小芝,石堅藝壇五十年 是跟我打正其好,做詩儀的 我覺得像最後那個 但他沒可能這麼大隻雞腿 無端端給你的 但上面那三個年年都有一個show 等於香港小姐,誰知道哪年做過 我真的用心良苦 知知知知,任何一件事都是 咦,印象中,上面那三個都是慈善秀 印象中,應該未必會做完三個 我做了44年 我知道 其實你有沒有見過他被人在廁所多羅花趕出門口 你有沒有見過,你小心點 趕出門口 如果他那年做了其中一個好像不會做 你們是慈善的 現在不是說一年內 是啊 但不會石堅那個真的太過無端端 但他沒理由這樣 我想是先試一下這個組合行不行 我覺得是 我的感覺是 在這個環節裡面試試他 會不會是,這樣說 你小心點 有兩件事想說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從阿傑剛才的思路出發 杜姐上一次出問題的時候 他給了四個答案,有三個屬於同一類 但真正的答案是屬於 剩下的那一類 所以有機會會是你說過石堅 第二要推算的就是 會不會是 因為梁朝偉跟石堅合作過 有一段特別的關係 在劇裡面或戲裡面 所以就找他來一起做這個思議 這樣就會屬於D了 你後面那個呢 有些筋量 你這個解釋 真的 像是 因為做一些堅密的事 因為石堅所以他做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我明白 你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 我看看會不會是 因為怕你不明白 我們一起去D 一起去D D D爆他 你傻的,當然不是 我掉了 我掉了 我A,博愛 博愛 我不行了 你這個人是很博愛的 那你選什麼 我選了 聖光,入入姚寶良 好像是 哪有得好像是 你不要理他了 我選了只剩下一個 你們歡樂滿東華 那我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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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黎如迪華 YES 歡樂全萬家是我跟他做思議的 你有沒有說過 從來都沒有說過 我沒有理由聽 但我為何有丁點覺得是博愛的 我以為我林玉華聽過 所以我第一次想解釋博愛 但他說石堅 你不要馬右拋 剛才你說 是呀 又好像是呀 我罰他請多次 又好像是呀 要補充一下 剛才我問的問題 我三位拍檔 捉錯路 我是說梁朝偉做過思議或主持 是跟我做的 是哪一個節目 他們就猜 其實剛才說的 他全部有主持 八二至九二年 這十年間 他是430專輯的主持 勁歌金曲他做過主持 有一個節目叫周末雷射之智誠一格 你聽過嗎 跟劉德華和陳百強做主持 新秀歌唱大賽 又做過主持 博愛和歡樂滿東華 星光一一和劉嘉玲 鄭丹瑞做主持 還有台慶 還有一個叫媽媽珍的愛你 他做過是思議的 所以最後那個歡樂今宵 石堅藝壇五十年 他是又做思議 不過不是跟我 那個我也沒有份 就是這樣 補分 唉真是 傑珠來 我們現在直播中的 903.com 和我們的Fanpage 可以看我們的現場 轉播給你看 傑珠呢 傑珠2分 余德偉分半 傑珠2分 我問這件事 傑珠會說他是垃圾 因為我問鬧鐘 很多人都會翻訓 翻訓的原因就是 會按鈕就是稍後提醒 為什麼他稍後提醒那段時間是九分鐘 跟以後有什麼有關 九分鐘才會再響 你翻訓王 我明白了 翻訓王 根據什麼鐘 所有的鐘 現在就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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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電話的分數是沒有的 你被人說了一回答我沒有人有興趣 你的電話是一樣的 你這麼稍後提醒都是九分鐘的 是啊 因為九分鐘 我當你睡到十分鐘 再醒的時候很辛苦 所以在九分鐘的時候再響一次 弄聲你 B 就是跟傳統的機械鬧鐘有關 C 要一反正常人的規律 這樣才會令你醒 因為正常人通常 可能交鬧鐘是五分鐘之後再響一次 十分鐘之後再響一次 十五分鐘之後再響一次 我就搞九分鐘 你一定醒了 還是 D 跟電話的電池有關 那不關電話的事 你現在是說手機一定是九分鐘的 我就正正想問 譬如我有個鬧鐘放在床頭的 床頭那些 或者我床頭有個三機鬧鐘那些 那些是不是都是九分鐘的 現在在說手機 會不會只是這個品牌 因為我不知道另外的品牌會不會都是這樣 A是甚麼 如果是這樣的會不會跟電池有關 我看那個是這樣的 A是甚麼 A是很長的 辛苦 例如睡到十分鐘 醒的時候辛苦 你再叫醒來的時候 哎呀死了 很辛苦 但我只在九分鐘的時候停止了你 九分鐘是最辛苦的 因為你會用頭一兩分鐘去睡 還沒睡得著 九分鐘的時候才是最辛苦的 九分鐘十分鐘是一樣的 如果睡著了 我的練習是五分鐘 例如我想早上六點起床 我會教五點五十五 六點六點零五 但我通常是第一個未響 我也是 我也是 這跟九分鐘沒有關係 跟機械有沒有關係 唉 跟機械鬧鐘 以前的機械鬧鐘有關係 以前的機械鬧鐘 以前的機械鬧鐘即是哪種 就是當我們扭扭扭扭的 對 結構 跟他的結構有關 會不會有機會是這個呢 當然不會啦 你看他的樣子 冷正經的 激急 我反而覺得有機會是這個 還有以前的鬧鐘 以前那些鬧鐘 你是按下去 你扭扭扭扭扭扭都好笑 他的頂上有一個按鈕 給你按下去 是的 如果他按關卡之後 他九分鐘會再響 也不會 我估計這件事 以前的鬧鐘 當時針走到那個位置會是機械式的彈 可能是因為這樣彈的時候 你如果十分鐘就沒那麼準成 那關於現在手機的手機 因為以前是源於機器 我想說回那個節目 去他家去廁所 聽到我計時炸彈的聲音 他廁所的鐘原來他隔了過來 這些被人扭爛了 那個是古董鐘 我知道 他是逆時針扭 沒有搞過的 我只是去廁所 精神很緊張 你坐在那裡的時候 他很害怕 我朋友送給我生日的 當年在古董的鬧鐘放在床頭上 我放在客廁那裡 我有空就扭上一下鍊 那天上鍊斷了 可能太久了 我猜是機器的因位 你猜是B 是嗎 對 因為遠於以前的機器 難了 真的想不到這條電池 我們要不去B 先去B 一起B吧 是 對 好幸運 好幸運 我打算實裝到Doo姐 好幸運 好 好 因為你在過往 解釋一下 以前機器式的鬧鐘 他那個齒輪的空間有限 他只能夠在九分鐘內提醒你 他不能夠過十分鐘 於是乎電話設置的鬧鐘 跟著這個傳統 所以在九分鐘重響 被我猜中了 很生氣 他跟我為他本身知道 剛才中了一場戲 他不知道 我剛才嘗試解釋 他還在瞄我 覺得不合理 最多給你一分 你聽一下 天下 你幾分 三分 兩分 兩分 現在全放了兩分 只有我多半分 其實都很緊張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日日放鬆 即刻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快點